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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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发力不是很大的这种肝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跑偏,比较容易失误,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呢,那这个球我宁可走远一点,我宁可stun后多一点,但是我下一肝呢,很稳定,不去冒那个险,但是你如果从小练球就一直是这样的话,那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出问题了。 但你的意思其实说,这个Randang这个手伸啊,比较生硬,其实是他一种打熟的习惯,哎呀,自己摔了一下杆子啊,知道出错了。 17 嗯,可以中带了。好久了。 18 现在推这个中带真的是,我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在比赛里面出现了。 。 京俊贵,这样就捧了。 嗯,再准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救回那些,那些很难很难的球。 但是刚才内肝只要不失误 就不会出了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到生硬的问题 我们很难去解释说 生硬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什么叫肝法 这个人很色 那个人很滑 然后这个人有点生硬 那个人的肝法很清零 这个很难解释 但是我打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段时间 你说这种滑或者是很流畅 是不是 就是有的时候 我其实不需要太多去考虑 状态很好的时候 怕出关总能到位 我就是不了解情况 因为没有看过你打球的样子 但是我不了解情况下 我一段的说一句 那是因为你正好遇到了 那个局面 那个局面 那个局面下呢 你正好使用了一些 你很熟的干法 我记得我打过一次球 就是这一局 我基本上都是用 Stump完成的 定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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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有球打的 你不管定到哪里 都是有球打的 好像定干就够了嘛 那不是每干都这样 内干除了一干高分 好像看上去 哎不错啊 其实不带不说明问题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高干 可能就中断 那 那 那 罗安队这种干法的时候 你看他 这个声音 就 看出来了 只走到这里 他其实是要走到中带的那个红球的 至少是直球 但是他只能走到这里 于是他只能换一个 目标球来打了 他准 他可以救 但是下一站 你看又不对 又不对了 谁也很难把一个出问题的球给救回来 除非你有更高的技能 就是刚才这一站又准 走位又好 但往往这是悖论 如果你的功力只能达到这样的话 你怎么有可能走出那样的球来 所以说这个 就是经常有这个标语 说这个 这个救火不如防化于未然 当然 就是这个导致 当然 防自为主 那么你像Ronald Sullivan 他就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他是斯诺克历史上 非常少数的几个内外兼修的人 就我们经常说 Kendrick是一个内力十足的 以真画镜的人 但是你要说他内外兼修 我觉得还够不上画镜 因为他的这个暴力杆不行 比如说在一个很小的角度下 要走出一个很大的角度来 这需要力量 那还有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就是Jimmy White 就是内外兼修 就是球很准 走位很细腻 但是打发力的干 干法很了得 内外兼修 但是Ronald Sullivan呢 这个内外兼修里面呢 你又会发现 内力上的东西呢 来自于他的天分 外力上的东西呢 来自于他力量上的天分 就是这是个天才 你没办法 没办法学的 就是说 讲的悬一点 就是他既练九阳真经 又练九阴真经 他可以把这个 你所说的一种阳和阴的这种内功 他可以揉得很好 走的很好 对 那么这个Jagons 他什么呢 他是性格和个性完美 很适合干这 就是说 你看我笑门合的 笑门合的打球 但是一趴下来 眼睛 眉头一皱 眼睛 放着胸光 这是性格非常好 但是他的那些功力 内力和外力 都是练出来的 你明显觉得 从天分上 他就不如 Ronnell Sullivan 但是他也可以打出 非常工整的好球 但是他不能打出那种 那种匪夷所思 对 那种妙球 所以说 大家 这个学球 或者是看球呢 看这个John Higgins 你会觉得 确实很工整 对 你就觉得John Higgins打的球 我也打得出来 对吧 就是自己也打得 大家看的人觉得 我应该也打得出来 我可以做得到 有些球 就是 很多人就会觉得 Ronnell Sullivan那个球 怎么会是 我练三辈子 也不可能 变成那样子 当然了 你说的这是 就比较有 自知之谜 或者是 有一定实力的 这个球迷 能够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越走得深 你会这个比赛 对这个项目越了解 你会越觉得 有些事情 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 但是 有人就在台面上 可以表演出来了 也没一点 没办法 好 来看看组合球 有没有机会 不是来打组合球 那么是来打什么呢 这颗球 如果是安全球的话 我认为 打得并不好 这么 以他主球 落到这个点上 我还是认为 他刚才打的 应该是组合球 只不过没有撞正以后呢 这个力量被分散掉了 每个力道就不够了 切一干 但是主球是拉回来的 不能说冒进 但是至少是有点危险 这一干要拼一干